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5日 今天板塊方面 倫頓方面 找到銀行在跌那邊 但是我們看到其他地產也會升 接著軟件服務也會好的 醫療保健也會好的 這些是比較佔的三個 醫療 地產和軟件服務等等 都是屬於一個佔行指成分股裏面 比較大的重頭的東西 例如軟件服務裏面包括有騰訊 有阿里巴巴和美團等等